大家好,冰冰 之前呢,我跟信哥带大家看过很多很多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地方啊,一直就被忽略了 它呢,就是我的家乡,沈阳 所以呢,今天我就想带大家好好的去看看 希望大家能看完,能喜欢,谢谢 其实原本啊,我们未来几个月规划的是 带大家去东北转一转,走一走 但由于这次的暴雨,还有台风 给东北带来不小的影响 现在呢,也是正在恢复阶段 所以呢,我们想就不要过去添乱了 更重要的是呢,我想带大家看看 咱们东北原来最初最美丽的样子 所以呢,留到以后再去 今天呢,带大家看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沈阳本地人饭后六弯的地方 就是沈阳北陵 我们到了 我们进来了哦,这边的票价呢,是只有五块钱 但是呢,是只有早七和晚五之间收 其他时间段是不收费的 所以推荐大家呢,可以早上晚上来都行,还凉快 怪不得很多人吃完晚饭过来溜碗 沈阳有着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 像中国的仅存的两大宫殿呢 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另外一个就是沈阳的故宫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清拜的皇家陵园之一的昭陵 里面呢,埋葬着清太宗,皇太极 当初呢,我们的清太祖,农尔哈赤 在此建立了都城 并且呢,修建了沈阳的故宫 那个时候呢,他就把沈阳的名字改成为圣经 圣经意为天眷圣经 非常宠闻我们的沈阳 后来呢,我们清太宗,皇太极,迁都到北京了 那几经修改呢,沈阳又改名为奉天,培都 奉天的意思呢,是叫奉天承运 意为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电视剧,历史剧里边说 奉天承运,皇帝诏约,那个奉天是说在沈阳 对,我们沈阳就在圣旨之上 那圣旨是从沈阳发来的 是不是很酷 后来呢,辛亥革命之后 张学良少帅把奉天呢,改名为沈阳 一直到1931年,918事变 日本侵占了我们沈阳 把沈阳的名字又改回为奉天 直到1945年,我们抗战胜利了 把奉天的名字又改回为沈阳 沈阳至今 现在呢,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离这儿不远 中国工业博物馆 来这儿参观的话呢 提前在网上,公众号上预约就行 然后拿着身份证过来就好了 太震撼了 东北呢,是共和国长子 那个时候父母年轻且贫穷 新中国呢,还在刚刚发展阶段 所以作为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呢 就要担起很重大的责任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业基地都在这儿了 那东北呢,也是为中国 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 比如说粮食,石油,钢铁,木材,牙麻 还有呢,第一枚地对空导弹 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第一架航空扭舰载战斗机 第一台125万吨的挤压机 等等,有一百多个新中国第一 都是咱们沈阳做出的贡献 曾经这里呢,烟囱林立,马达轰鸣 但现在呢,很多重工业的城市 都像沈阳一样,没有了以前的光辉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也是他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祝我们沈阳越来越好 东北越来越强 好了,沉重的咱们就不说了 自从我跟新哥回沈阳之后 后台的私信都问爆了 大多数就一个问题 东北盒饭 是不是真的便宜,真的好吃 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儿 我们到了这个叫新肠快餐 这个名字是在开队 成侧的物质 我要用肉段,剥包肉 看打架一样 三荤 三素 三素的有茄子 芸豆 还有辣椒 这点是锅包肉 还有溜肉段 还有一个肉丝 星哥一碗大米饭 冰冰不吃米饭 一共花了十三元 两个人能吃到饱不 开玩笑 这个猪菜两个 长到一共五块钱 冰冰冰不吃米饭 不够看自己的话 这辣椒好吃 冰冰可太好吃 这一份菜 它就可以吃饱了 所以五块钱 我呢 让自己的话 要这个肉餐 三个肉餐 七元加一块 八块钱 就能吃饱了 要一般溜肉段 慢点吃 要一般溜肉段 锅头肉什么的 单独点一份都可贵了 二三十 这味道怎么样 像饭店沙卜 那这太合适了 味道合适 推荐大家来吃盒饭 原来真的有这么便宜的盒饭 又便宜又好吃 真的能吃饱 慶持呢 我们视频一直是以轻松 快乐为主 像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感觉个人感觉有点沉重 也是怕个大家不太喜欢看 想了一想 但还是发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有些爱 必须要表达出来 我家就在沈耀城 老花就叫神经 好像是一转眼 好像是在昨天 是一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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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转眼